張信哲集由橡框擋買菜 傻一兩塊都爽啊 觀眾是不是有種來到歐洲宮廷的feel 這些精緻橡框全是張信哲的收藏 在歐洲的老橡框 其實它也融合了這些工藝 就是細的硫金跟金屬的工藝 然後再加上各種絲織品跟鑲嵌跟皮革 跟甚至是有一些是髮廊 甚至更高級的還有珠寶的鑲嵌等這些東西 你買橡框的時候還是會砍價 一定會 殺個一塊兩塊 其實你都會很爽 像當然古董類的 我就曾經殺過一次砍個一百萬人民幣之類的 這一種 所以買橡框比較像在買菜跟婆婆媽媽呢 比較像 其實這個有點像 為了買到新衣橡框 莊信哲甚至曾苦等一年 第一次去巴黎 然後呢 也是第一次去跳蕩市場 我看到那個是應該真的是18世紀 發國宮廷的東西 第一次再回去以後 我找不到那個相框 那個老闆說那個相框 被他一個客人先拿走了 所以我就留電話 快一年的時間吧 我就突然收到一個E-mail 然後就說 你還要不要那個相框 然後就匯錢給他 他幫我擠過來 反正我記得要將近一萬多塊台幣 其實不貴 我通常都會給自己設一個底線 反正就差不多五六萬台幣 那是我可以接受最貴的底線 因為我並不想變成一個相框達人 相框博物館之類的 其實沒有太多 我覺得大概有五六十個吧 報導 好